嗨 您好 我是凯西 今天您过得好吗 今天我们去奥马入 从阿卡罗阿出发到奥马入 有300多公里的路程 需要4个多小时 途中会经过 Ash Burton和Tmaru两个小镇 这是新西兰南岛的农场 我问问大家印象里的炫富 是什么样的 浑身大牌 还是爱马仕的勃金包 看看新西兰农场主 是怎么炫富的 剪得齐刷刷的树枪 空气里弥漫的 不仅是刚剪完的树枝青草的香味 还有钱的味道 怎么样 这样的炫富够低调吧 那我们去奥马入 就路过了Ash Burton 那您现在看到的是 我今年秋天路过Ash Burton的录影 这个Ash Burton这两天 可是在西兰出了名了 一个是因为南岛遭遇了 晚年不遇的强降雨洪水来袭 这个路桥损毁超级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几天到访新西兰的澳洲总理莫里森 他的祖父就来自于这个城市 闹了半天 莫里森的机挂是Ash Burton 我们在Ash Burton的Domain歇角 那在新西兰呢 你很容易遇见帝王蝶 它比其他的蝴蝶都要友善很多 一般的昆虫和蝴蝶 跟你一靠近 它马上就会飞走了 但是帝王蝶不会 它也很怕冷 在新西兰南岛寒冷的地区比较少见 这只喜欢围着我们飞舞的鸟 是Fan Tail 鱼山雀 它很亲人 它上下摇摆的尾巴呢 像是一把折扇 这也就是它的英文名字 Fan Tail的来历了 这鸟超级活泼 一刻不停的 给您留个影儿好难啊 那我们继续南下 来到Tmaru Tmaru是毛利语 躲避风雨的避难地的意思 它附近的海矿呢 非常的稳定 那早期的毛利人 是划着独木舟来的往往的 那它们就把Tmaru当作了休息站 在Tmaru地区呢 有很多的玄武岩 所以在Tmaru市区呢 你就可以看到到处都是以玄武岩建成的 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建筑 非常壮观 我们继续南下看到了牛羊的幻场 还有幸看到了伊犁在南岛的工厂 只是车速太快了 拍摄来不及反应 经过四个小时的行程呢 终于到达了Tmaru Tmaru是北塔哥地区最大的城镇 但是它只有1.37万人口 我们的Tmaru之旅呢 就是从主街泰晤士街上的 Brighton Hotel开始的 这家1881年建造的酒店呢 有着古色古香的内饰和高高的天花板 和古董电梯 那等我们在酒店安顿好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了Tmaru的探索 几乎所有的Tmaru的旅行纸展里呢 都有蓝企鹅和摩拉基大原石 我第一次来Tmaru呢就是为了看蓝企鹅龟巢的 一般看龟巢啊都是在太阳下山以后 我记得当时在区域的路上呢 睡得迷迷蹬蹬的 昏航的车灯下呢 先是一个火车头式的庞然大雾月入眼帘啊 然后就好像春运到了一条 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街道 我就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了 蒸汽朋克这个词 所以此次Tmaru之行的重点呢 就是来寻找这条特别的街道 那蒸汽朋克是什么呢 在奥克兰看过圣诞大游行的朋友 一定会对蒸汽朋克的队伍记忆犹新 那只喷烟白尾的恐龙呢 正是新西兰另类文化蒸汽朋克的作品 蒸汽朋克的形式啊 它没有一个特别定制的一个标准 可能呢是包括像礼服啊 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紧身胸衣啊 巴斯尔的群称 背心大衣大礼帽或者是军章 通常呢也配有像齿轮 钟表 顾目镜之类的配饰 那我们顺着泰晤士大街左拐啊 没一会儿就看见了那个标志性的 喷气火车头了 我们到了蒸汽朋克的总部呢 它现在所在的建筑物呢 最初被称为叫 米克斯古物升降机 建于1883年 是为了古物贸易而建的 2011年呢才改建为现在的 蒸汽朋克的总部 那维基百科的解释呢 是蒸汽朋克是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 到90年代的科幻题材 它的显著特征是为故事都设定于一个 蒸汽科技达到巅峰的架空时节 多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怀旧风 和未来风的一种结合 那乍一听呢感觉蒸汽朋克似乎离我们很远 其实呢像我们熟知的小说 海底两万里环游世界八十天 就是蒸汽朋克的代表作 在宫崎骏的天空之城 霍尔的移动城堡里呢 也有蒸汽朋克的描述 我终于找到了这条维多利亚老街了 奥马路的整个城市呢 是建造在绵延的石灰岩的山丘 和通向大海的一个狭长的平原之间 1860年代起呢 当地人就用这种石灰岩呢 来建造房屋和当时其他地区的木建造的建筑呢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它的颜色是白色 所以很多人把奥马路呢 也叫做白石小镇 它是一个靠近海港的狭长 街道周边的一个老工业区 是新西兰最完整的维多利亚时的街景 这次还是我第三次来这里了 接着第二次来这条街呢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所有的商店呢都关门了 眼前呢突然就出现了穿着古着的女子 打开了门 骑上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自行车 她的前车斗呢放了一束鲜花 活脱多的电视里走出来的人物 我瞬间就穿越了 就是这扇门 可惜呢今天她又关门了 舞蹈家Twilers Up的名言 艺术是唯一足不出户的逃避途径 老街上大部分都关门了 我们就打算明早再来细细的参观 老街的尽头呢就是友谊湾 它近邻太平洋 奥马路真不愧为是蒸汽朋克之都啊 这是蒸汽朋克的机器人 有好几米高 瞧这大脚丫 有意思的是友谊湾有个蒸汽朋克主题的游乐场 这里的餐厅滚轮 鞦韆 滑梯 甚至座椅都是蒸汽朋克造型的 这是海洋奇缘船型的滑梯 《孤独星球》呢 把奥马路称作是新西兰最酷的城市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如果你快速的驾车经过这座城市呢 就真的很难欣赏到它了 那趁着太阳下山前呢 我们就来到了圣公会教堂 它是建于1865年 是哥特市的建筑 有156年的历史 一直以来呢 它是奥马路教区的一个信仰中心 这是在市中心 可以看到景观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今天的任务重啊 除了清单上的项目呢 如果有时间 我们还要回到白蛇小镇 还要赶到淡尼丁 一大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1876年建造的花园 当我们从古典大门进入花园的时候 首先就看到的是詹姆斯克雷格 在1915年捐赠的意大利喷泉 花园里有日本红桥 东方花园 仙境花园里的仙境雕像呢 是苏格兰雕塑家创作的 在1926年赠送给了奥马路的孩子们 在这里呢 维多利亚式的印记也随处可见 日冕 垂秋草坪 许愿景 鸟舍 孔雀屋 这里啊真是奥马路 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的一个植物表达 离开了植物园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圣帕特克大教堂 它是因为建筑风格而非常出名 是新西兰著名的建筑师弗朗西斯比德设计的著名作品 从外部看呢 它有八根十柱的古典门廊 三个圆顶和高高的山形墙 有一种古罗马或者希腊神庙的风格 内部呢它是以石雕而闻名 尤其是三地的浮雕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今天呢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回到维多利亚老街 早上的泰晤士街呢更有生气 在奥马路的市中心呢 已经留存有超过70座新西兰一二级的历史建筑 蒸汽朋克总部的一比一的蒸汽车头呢 你只要投入硬币呢 就会启动引擎喷出火焰和烟雾来鸣笛 人口仅一万多人的奥马路呢 名声并不如基督城和弹尼丁几个南岛大城镇那般响亮 但是它呢却是新西兰最早意识到建筑遗产 可以发展为旅游资产的城镇 我们又到了维多利亚老街了 现在这条街呢已经成为了奥马路最古老的 也是最酷的一条街 开业前呢街上明显热闹多了 早期呢这里大多为古粮店 煤炭店 兑换所之类的名声用品店 现在这里呢有咖啡厅和许多文青小店 古董店啊珠宝店 书店酒吧博物馆 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摄影工作室 有很多工匠手艺人住在这里 来到这里呢你会深深的感受到 有种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 怀旧风和未来风的一种结合 这是个蒸汽朋克风的商店 我们进去看看 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艺术家们是如何把废弃的工业垃圾 变成未来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物品 这些我们眼中的破通烂铁呢 好像在等待一个艺术家把它们焊接成一个新的艺术品 我发现其实这里也有一些古董和art deco的物品在售卖 其实我今天最想参观的呢 就是这家店 凉餐画廊 它是当地艺术家Donald Mante的画廊 它在绘画和雕塑中呢 创造了它自己的面孔和另类的人物世界 那我们都等到十点多了 还没有开门 哎 艺术家都是这样随性的吧 在楼下呢 你就能感受到它的艺术品呢 有的让人愉悦 有的呢又有点古怪 王子与小丑 宫廷与现代 神话和童话 一锅粥似的 古仓画廊的旁边呢 就是一个石刻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阿玛入的石灰石 是怎样从原石变成艺术品的 阿玛入的石灰石呢 有三千五百多万年 到四千万年的历史了 它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石灰石 沿着维多利亚古街 向有一弯海滩方向走到尽头呢 就一间特别的店铺 这家店铺呢 主要是售卖和展示早期的老物件 多以交通旅行方面的古董居多 有老式的马车 马具 甚至是小朋友们玩的木马 独木舟 还有我们现在在游乐场 才能看见的 人形的投球玩具 老皮箱 这条老街呢 既有博物馆和传统手艺 又有疯狂的画廊 时尚的咖啡馆 它和许多新西兰城镇保守的气氛不同的是 有一股强烈的怪诞和复古的气息 这条木制的车道呢 是不是为了当时马车行走而造的呢 在奥马路每年都有维多利亚节和蒸汽朋克节的活动 大家可以通过event phone的网站来查找 距离市区5分钟车程 我们就来到了小镇的制高点 奥马路的观景台 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奥马路的市区 远眺广阔的太平洋 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指标杆 标注着世界各地的地名 北京应该就在那个方向了 大家可千万别忘掉了这个隐秘的景点哦 在奥马路以南三公里 有一个黄牙企鹅的保护区 黄牙企鹅呢 是世界上最稀有 最古老的企鹅品种 现在几乎濒临灭绝了 地球上啊 只有4000只左右 仅在新西兰有发现 那从步道入口 步行大概10分钟左右呢 就到达了观景台 这里可以远眺太平洋 一般在太阳下山前两个小时 会有机会看到黄牙企鹅归巢 那即使运气不好 也能看到海狮们慵懒的躺在沙滩上 那至此我们的奥马路之旅呢 就要结束了 奥马路呢 称为是新西兰最酷的城市 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孤独星球》这本全球旅游指南的 背后的乐趣呢 不只是满足于推荐什么迷人的海滩 奇石之谜 可爱的企鹅 和漂亮的白石建筑 奥马路是一个有趣的集合体 在这里我们似乎既可以穿越到未来 又可以让时光倒流到从前 现在我们要离开奥马路 去下一站苏格兰以外最像苏格兰的城市 是淡尼丁 那在淡尼丁又会有什么特别的惊喜 在等着我们呢 欢迎您加入我的2021新西兰的爱丁堡 达尼丁之旅 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是凯西 希望您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见咯